这些本地的朋友他有才华 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平台 或者一个机会去展示自己 我投出来的那一刻是我成东的那一刻 可是我在做这个的时候 失败了 我不可能会sharing给大家看嘛 对不对 所以并不是东西是一朝一夕就成功 我们马来西亚有三大民族 我们文化也比别的国家强嘛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就是没有人去做这一块呢 所以坚持久了 你喜欢的东西 你做十次 十次不行做一百次 一百次不会做一千次 终于一次成功 终于一次成功 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中冰宴 那大家今天看到我这个帅气的头发 大概就猜到今天访问的人是谁 那我的这个发型呢 就是刚刚他帮我做的 对对对 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友俊 我来自KL的 然后友俊呢 是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才华 谢谢谢谢 然后重点是非常帅的一个男生 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因为我在上网找关于有关就是一些马来西亚厉害的一些发行师 结果我就上网找到你是那个全马首个无痕接法师 而且后来关注了他的Facebook才发现到 他还是会制作有机口红 腮红 然后最重要就是最近还看到他拍摄了一系列 有关马来西亚很优秀人才的一些介绍 就是推广了一些马来西亚文化 对 就是这个流动 所以我就发现了这个男生真的是颜值跟他的才华是一样搞的 然后你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做的这些行业吗 对 我本身是一名发型师 对 从事发型这个行业已经有十多年了 然后过后也是因为某种特殊情况下就接触到口红这个东西 然后就觉得哎 现在调口红的颜色跟我们调头发的颜色是很类似的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哎 我应该也是可以调出一些很特别的颜色的口红 于是我就去学习怎么去制造这个口红 对 然后慢慢的就认识到很多很有才华的一些本地的朋友 所以我就觉得这些本地的朋友他有才华 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平台或者一个机会去展示自己 所以我就刚好就认识到一些比较自动道合的朋友就说 哎 不如我们就做一个平台出来 我就把这种人拍出来 让更多马来西亚人知道 其实马来西亚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 你是自称自己是第一个无痕戒法师吗 这你是怎么几时发现到这个东西了 然后几时把它带来买一下 OK 戒法的东西呢 在马来西亚一直以来都有闻 对 这是以前看到比较传统的片子 以前呢 我们所做的戒法呢就是说 就把头发放上去就叫戒法了 就是以前马来西亚给我的一个印象 是这样子 然后有一年呢 我就去了中国工作 我就看到了中国戒法是很普遍的嘛 对 然后我就看到他们戒法 哎 原来戒法有这样多的步骤 然后还有怎么去剪啊 怎么去排位啊 怎么去修剪之类的 然后有很多不同形式的 我才发觉 哦 原来我们在马来西亚做的戒法 一直以来都是错的 哦 都是 对 都是错的 马来西亚的是有痕戒法 也不算是有痕啦 就可能戒的方式就是 我会把头发放上去 我就是戒法师 其实是错的 其实当中包含很多细节啊 什么之类的 因为马来西亚的美法学院 是没有教戒法的 他也没有戒法学院 所以是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人 去教你怎么去戒好的头发 但是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就看到有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你是在中国念书吗 也不是啦 因为我是习惯性会 一年里面去旅游 我去旅游的时候 因为之前有去比赛过 我就认识很多不同国家的一些法律师 所以我去到他们的国家的时候 我就约他们出来啊 可能就聊天 或者看一下他们有什么新的东西啊 或者交流一下 然后就当中学习哦 可是你做有机口红 你去一趟旅行就学会了吗 还是你学习能力很快 也没啦 学一两天就会 因为这样子的 因为去学习 它是给你一个基础嘛 嗯 然后主要是你回家后 你要练习嘛 对 可是我投出来的那一刻 是我成功的那一刻嘛 可是我在做这个的时候 失败的 我不可能会 学习给大家看嘛 对对对 所以并不是东西 是一招一息就成功 我觉得很少男生 会对这些有兴趣的 为什么你会对这些有兴趣呢 就是接法吗 对就是对发型啊 那接法这一类的 不会啊 我觉得现在的男生都 都蛮向往这一块啦 我觉得对 会吗 我觉得会对 因为我身边的 都是男生朋友 都是比较是男生的 没有可能是因为 你自己本身是男生 所以你认识到 也许吧 也许是同性详细 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 就是男生会喜欢化妆 会喜欢发型 会喜欢这同色的东西 大多数他都是同性恋 对 因为我有朋友几个 做化妆的 做头发的 都是 他们会比较细腻一点 对 你这行有没有很多 你是会有遇到 肯定会有啊 肯定会有 肯定会有啊 他们有没有 也不会啦 追你 哈哈哈哈 不是朋友啊 大家都知道我已经结婚了 你是太早结婚了 是不是 我结婚也是三年前的事情 对对对 在结婚以前呢 也不会特地有人 不会有男生追求你 应该都不会啊 因为我觉得同性的人呢 他们会感觉到 另一半 他到底是或者不是 如果他感觉到 对方不是的话 他们也不会去 故意做些什么东西啊 我是觉得这样子啊 就是 就跟平常人一样啊 我觉得会怎么样啊 你觉得一个男生喜欢 做口红 会不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觉得不会啊 也是有蓝的化妆师啊 我觉得是不会啊 现在的职业 没有分男女吧 我觉得 对对对 你有关注那个口红歌吗 好漂亮 听过 可是没有说 特别去看的东西 我听说过的人不说过 有看过他影片吗 大概大概有看过 有看过 有没有想过成为他这样子 还好吧 我就觉得 这就不是我的路线吧 你做了这么多东西 你不会觉得你很很很很辛苦很忙 因为通常像我 我觉得我做一个职业 我觉得够忙 不太可能会 身兼这么多 而且我觉得发型跟口红没有到很直接 如果你说你是化妆跟口红 可能不要接近 可是发型跟口红还是有点差 而且口红跟流动又更差 对对对 你这么多的这个行业 你是怎么去分配吗 对啊 因为我主业还是头发嘛 所以口红呢 算是一个监制吧 就是可能有下单 或者有空间的时候我就会做 然后流动呢 幸好我有一般团队 就是我的流动团队 他们会帮我去分担这些东西 比如说有些人会去寻找一些有才艺的人 或者有些有才艺的人 他们会主动找上我们 OK 然后我只是负责文案 或者去跟他们去谈一些细节的东西 然后那些摄影啊 剪片啊 音乐之类的 我们都有分工合作 对 觉得你的工作现在是你自己最大的兴趣吗 肯定是 因为如果工作不是你的兴趣的话 你还能坚持下去吧 我觉得 这样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因为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做自己喜欢的行业 还是你在做这些行业之前 你都经历了一段 就是你曾经做过一些你不喜欢的工作 赚了的钱 真的是没有人 你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做的 对啊 从以前我一踏入社会第一份工作 真的就是投保 哇 这样也很强 真的是投保 因为那时候是没有的选择啊 那时候就怎么说呢 可能读书了 读书了 然后就觉得 爸爸妈妈就会叫你去找个工作吧 然后当时你没有交通工具 对 然后你是找一个比较靠近你家的 走路可以到的 然后我第一份工作也是走得到的 对 然后刚好我家附近就有一个法郎的请人 我就进去做了 当时候你是学徒的方式 学徒的方式去做 哦也没有进过学院去 有的也是有的 我是做学徒过后呢 才进学院 对 才进学院 因为进了学徒之后 我觉得对这个东西 真的是有兴趣了 确定自己是想要的东西 然后我才去报复学院 这样子你从事发型 多少年了 算一算了 正式来说 如果真的是从以前从学徒开始的话 是34年了 是34年了 哦 所以你是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坚持 自己的 算是自己的梦想 兴趣 兴趣吧 就喜欢吧 因为我觉得 有顾客进来 你现在是你的梦想职业吗 你有没有 已经是了 对啊 所以你现在的态度 就是你已经完成了你自己的梦想 对 你何不去办一个流动 去挖掘更多 对 因为我真的是发现有很多才华的人 他们真的是不大会宣传自己 对 很多有才华的人 他们未必会讲话 然后有很多也找不到吃 对 而且就像我这样 没有 没有很多 所以我就希望通过这个东西 可以帮助到这些人 然后就站出来 给大家看到 因为我在前 我在台湾 都留过 我在日本都留过 然后过后呢 我是发现他们都很遵守自己的文化 他们很推崇自己的文化 可是我们马来西亚有三大民族 我们文化也比别的国家强啊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就是 没有人去做这一块呢 对对对对 台湾有很多 对 像中国也有很多 对对 就是马来西亚是很少 对 有一个媒体 媒介 去专门推广很低的这些人文 可是我们并不是没有文化啦 文化也是很强啊 三大民族 然后就沙巴有什么卡巴刹的 什么土族的 就是我们并不是那种强 马来西亚对这个才华 或者是对这种文艺的那个 关注度 或者是那个尊重的那个程度 对 比较低一点 对就是意思比较低一点 对就是凡是艺术的东西 对 打不到车 打不到车 这次你的流动这两个字 是什么意思呢 流动 就是希望可以去留联马来西亚各大地区 去发现更多不同的人 才一起去把这东西带动出来 哦 对 你会不会是那种活到老做到老 还是你是那种 如果可以的话 我三十多岁就退休 活到老做到老 我倒是觉得我自己是活到老 学到老 因为我 你说我会喜欢弄很久 好像不是 可是我只是觉得 你会一直开发新的东西 对我就想一直 可能我做这个东西 还有有没有别的可能性 我再去做别的东西 去学习的东西 然后就一些信用 就给别人看到 所以你对人生的追求就是不断的 就学习去看 去旅游 然后就学很多东西 带来回归这个社会 哇 很正能量的人耶 都是这样的 不是吗 你现在的那个 最大的这个成就感是什么 就 我的工作 给我带来我的家庭 所以现在是两个人 很幸福的经营同间店 对 我们是一起经营一家发了 对 然后还有一个很可爱很漂亮的女儿 对还有一个女儿 最后就是你有什么话 想要对那些在这条路上的人讲的 就是追梦的部分 我觉得以前我就像 现在所谓的新一代一样的 我是不听讲的 就是我想 叛逆 对 所以比较叛逆 每个人都会有 然后就想做这个东西我去做 不然讲这个不好 我偏要这么说 对 我觉得多跌倒 你一边坚持一边跌倒 一边坚持一边跌倒 对 对 所以总有一天 我是觉得这样子 对 你到处碰壁你才知道 那个东西是不行的 所以坚持久了 你喜欢的东西 你做十次 十次不行做一百次 一百次不做一千次 终于一次成功 所以 你现在已经三十二岁 你接下来未来 你还会想做些什么东西 继续留吧 然后再看一下 还有什么东西 对 可以再继续的 对 然后我也想把这个流动 希望可以做得更好 对 好 那大家如果对这个大型有兴趣 或者是对制作口红有兴趣 或者是 你觉得你自己很有才华 还才富裕 是你觉得有一些很值得推荐的人选 你都可以告诉Yu Jun 对谢谢 谢谢Yu Jun今天介绍我们的采访 谢谢 拜拜